4月16日,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中心举办记者见面会。 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检察专员焦雅辉表示, 目前武汉80岁以上高龄患者救治成功率接近70%, 有7位百岁老人治愈出院,最高年龄108岁。 1位百岁的老人都已经治愈出院了,其中最高龄的一位是108岁。 焦雅辉说,武汉确诊病例中约有20%是重症和微重症患者, 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有2500多人,重症发生率约为40%。 我们统计现阶段在武汉这个地方,整体的一个治愈率是94%, 重症患者的治愈率达到了89%。 80岁以上的患者这一次是有2500多名。 那么这些高龄患者当中呢,他的重症发生的比例比普通人群要高, 是普通人群的一倍。 那么即便是这样的一个重症的发生率呢, 我们现在高龄患者的救治的成功率仍然达到了接近70%的这样的一个比例。 在重症救治中,各医疗团队坚持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结合, 前方救治和后方多学科知识结合, 医疗与护理结合,医疗与管理结合, 中西医结合五个结合, 集中优质力量和资源, 精准失策,辩证失质, 努力提高治愈率,降低死亡率。 所以说呢,这一次中医药的这个作用发挥, 可以说是在历次我们中国在处置这些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候呢, 是体现的中西医结合最好的一次, 也是效果最好的一次。 为迅速扩充医疗资源, 中国调集了4.2万余名医务人员, 其中重症救治医务人员1.3万人, 支援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, 同时,国家高级别专家组采取寻诊、 注点指导等方式, 与医务人员一起为重症患者一人一策制定治疗方案。